3000年的百数啊,真的是 他已经活了3239年了 318自家进葬,第14天下午 告别一共刀王,我们原路返回318国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每次穿越隧道,看着镜头的光亮 从萤火虫大小,逐渐变大 到最后将我整个吞噬时 总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穿越了时空 或是进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 不然怎么天气突然就变了 瞬间回到大雪纷飞的冬日 就突然在这个山上就下大雪了 简直没有想到刚才算短孝了 这是一天四季啊 到了色吉拉山口,天地一片藏茫 时人久不遇的南加巴瓦蜂 果然不出意外,毫无踪迹 南加巴瓦蜂,你在哪里啊 只能自我安慰,有机会下次再见 到林芝的路段一直在堵车 甚至堵到了夜里九点 晚上九点钟继续堵车 堵在了荒郊野外的山上 终于在夜里十一点到达林芝市区 夜里下起雨,潮湿阴冷 烤肉店里温暖的炭火 治愈了我们一路的疲惫与饥饿 第二天,林芝放晴了 从空中看,这是一座雪山环绕的安静小城 我们现在在一个林芝非常小众的景点 这个据说有一个世界百树王 就是这个票上这个百树 我们去找一下它 百树王园林面积于20万平方米 园内生长着众多林芝巨百 平均高30米,直径100厘米 这是一棵非常大的树 不知道有几百岁 我们现在往上爬 越爬这个树林就越高 这都2100年的树了 很难想象这些树几千年来 就一直处理在这里 现在找到这棵树王了 3000年的百树 真的是很壮观 原来这个是世界第一巨百 也就是说全世界最老的一棵百树 它已经活了3239年了 那也什么概念呢 这就是说在西州时代 它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它简直是几乎见证了整个华夏文明史 离开林芝后 我没有走林拉公路向西去拉萨 而是选择沿219国道一路向南 在这条边境公路上 我去拜访了一个自古以来 以渔猎为生的神秘民族 现在是米林县的财昭村 这个是特别工整的一个小村子 你看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门口都特别好看 然后为什么来这家呢 因为我们要拜访一位 洛巴服饰的飞夷继承人 所谓洛巴服饰顾名思义 它其实是洛巴族的一个服饰 又跟藏族的服饰又不一样 洛巴族也是我们56个少数民族之一 那我们来去拜访一下他们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分解 我是逆光记 带你一起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 在那边